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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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帮你开药铺 你帮我考状元 师父 这也是个条件 不是条件 是约定 是你之我之 天之地之的约定 都学大人 秋为在即 我有个亲戚没有赶上香室 可否捐个共生名分哪 那是要花银子的呀 当然 一切按照规矩办 说吧 姓是名谁 好转哪 没把丽君的真临实性抱出来 她毕竟是罪犯的女儿啊 大人 他叫丽君玉 丽君玉 好了 明天交银子吧 谢大人 师父 你干嘛这么神神秘秘的 丽君 我见了都学大人 给你捐了个生源 生源 是啊 你就可以女班男装 进城去赶考去了 真的 姐姐做秀才 进京 要去考状元了 要记住啊 切记 切记 以后啊 我给你改了个名字 就叫丽君玉 丽君玉 好 丽君玉 丽君玉 好 就叫丽君玉 姐姐 这好好的名字 为什么要改它呢 我不仅要改名字 还要改性别 改衣着 改举止 改习惯 等到了最后 什么都要改 你是说 我们要做男的 我喜欢 姐姐在上 小生这乡有礼了 错了 以后可没有什么丽君姐姐了 只有丽君玉 丽公子 记住了吗 是 丽 公子 公子 你叫丽君玉 那 我叫什么呀 不如 不如你就叫容发吧 做丽君玉 丽秀才的贴身书童 怎么样 容发 容发 我要发财了 这名字不错 好听 我刚才在回来的路上啊 给你们买了两套男装 一会儿传上试一试 今天咱们上第一课 学学男人怎么喝酒 公子请 这位仁兄 请 请 请 来 请客吧 好 康师傅 别来无恙啊 老康大爷 您今儿吃了吗 二位 幸会 幸会 师傅 师傅 我们还像吧 太举不错 如此可教啊 咱们下边开始斗酒 好 丽公子 容发小思 咱们爷们相聚一次 不容易啊 咱们今天哪 来得个翻江倒海 一醉方休啊 好 正所谓恭敬不如从命 我提议咱们猜拳以助九姓 贤酒令啊 玉君姐姐 这个我最在好了 长嘴 哪来的丽君姐姐 我刚才 发酒 发酒啊 发多少 酒碗里有多少 你就喝多少 我 这么多啊 姐姐 我要都把它喝下去 就不要我的命吗 你说丽君姐姐 她不是也死定了 好了好了 别为难了 我陪你一起发 来 来 干 干 拿着拿着 快快快 这次搬家搬开的东西 得早点安置完 快点 快快快 快 放到屋里去 你是我啊 好 这边 敖又年 来 啊 啊 啊 哎 哎 HT airline 不是成了不男不女的怪物了吗 可怜的孟立军 你把自己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绍华看到了又会怎么想呢 不 这只能说明 我学男人大嗓的技巧还没有到家 练 我还得接着练 孟立军 这一套收放自如的本事 不练到炉火纯青 你就不配在男人堆里打拼 修总 你看 式 来来 来来 开始吃 那挺香 真香 牛肉香 来 来 一块 来 我来 那得吃呢 来 多吃点 多吃点 牛肉 fought 你来看 你来看 到这块 你 来给老姨坊 我也要一坊 是他 踏实的 什么呀 真香 老姜 吃什么东西呢 这么香啊 你谁啊 哪来的 在下丽君寓是进京赶考的举子 跟郎中老康沾点亲戚 所以就在这里小住几日 老康那么香了 你是他亲戚啊 好好好 来来来 坐坐坐 好 坐啊 康老先生的亲戚 那人应该是错不了 来 给他捞个狗大腿尝尝 什么 狗 看起你们成迷人 一听说一条死狗就吓成这样 谁说大了 谁说我怕了 给我来一块 尝尝 捞 捞 来 给你捞一块啊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好啊 这个好 是狗大腿吗 这好像是狗尾巴 吃了 味儿鲜 来吧来吧来吧 来来来 小两个 你自己 grandfather 快去 cust 怎么样 看起来还不错 你吃了这吃 这个 这晚上睡不到又 晚上你见着那老母猪啊 就跟见着西师似的 这是咱们儿对 狗狗鞭 rir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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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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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一来 我们怎么吃啊 是啊 没有 没有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吃得太急了 枪着了 枪着了 慢点吃啊 这个咱们不能光吃狗鞭呢 也得配着烧酒 是不是 来 来 来 给秀才倒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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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咱们自己酿的蛇酒 干 对 来 来 来 干 来 好东西啊 干 来 来 干 来 来 干 来 好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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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用劲儿 好 好 来 干来一块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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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爹呀 娘啊 你们不知道女儿现在受的是什么罪呀 做男人 竟然这么拿着来 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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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开始啊 就有了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的药铺了 谁再药是得了病 也不用再撑着了 还是在咱们药铺交过本钱的 看病的不交钱 拿药啊打对折 确实有困难的 还可以再减免呢 哭 这是太棒了 对 这是谁想的这么好的点子 让穷人得了正大的优惠 这举贤哪 不必亲 这就是我远房的大侄子 利休才啊 师父 利休才 好样的 够哥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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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怪不得药店的柜台都长得绿模 这把药铺们都聚到这儿来了 你是什么人 你要干什么 连我白大你都不认识 给我砸 住头 住头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行凶打人你 老康 安安稳稳的郎中你不做 居然跟我抢生意 你吃了豹子打了你 你开你的药店 我开我的药铺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怎么了 你想七行八十吗你 老子眼里揉不得沙子 今天不把你这破药铺砸烂 我就不幸白了 给我打 炸 走 走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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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我原始终地��이 找回来 Character axis 打 her 走 师父 师父 師父 你怎么了 师父 你怎么了 走 师父 师父 你没事吧 师父 師父你怎么了 师父 师父 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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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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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人还冤哪 关大哥 小人立军狱状告姬善堂老板白大 行凶打人 等不等规矩 打官司要拿宿桩 宿桩 宿桩在此 请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 唐下何人 因何名冤 启禀大人 学生立军狱状告奸商白大 七行霸事盘剥相礼 纵凶捣毁平民药铺 五股大伤医师老康 好笑 原来是白之线 这个秀才所告可确有其事啊 白大冤枉 那个老康非法行医 开了一家所谓的贫民药铺 左手接钱 右手贩卖劣质药材 还没其名曰实惠相亲 下官实在不忍心老百姓在上当受骗了 上门通他理论 谁知老康不但不认错 反而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百姓来殴打下官 你胡说八道 竟然血口喷人颠倒黑白 怎么回事 启禀大人 白大身为厚补之县一官一伤 他低价收买药民的药材 有高价卖给贫苦的病家 搜刮钱财 还用救命药去榨取高利贷 害得老百姓是有病不敢看 有药也不敢买呀 这才求助老康 老康开的贫民药铺 福威济贫 深得百姓喜欢 结果冷落了姬善堂的生意 他就派人去挑衅姿势 白大 你说你是被迫自卫 而老康是伪造伤情 你可有证人 有 他们都是下官的证人 对 我们都是证人 我们都是证人 被告已经有了证人 李军玉 你有证人吗 大人 他有证人 学生也有证人 请大人听听 全城的百姓是怎么说的吧 老康能够为达 我们都能够达 来啊 把白大拉出去押入大牢 来 王大人 你 你 你这是怎么回事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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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心了吗 军玉啊 听荣发说 你到周府衙门喊冤去了 对 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我把他给告了 告下来了吗 当然了 当着那么多老百姓的面 周官哪敢包庇啊 当场就把他给抓了 现在关在牢里 说等过两天 你身体好些了 再来审理此案 你真相信周官的话吗 相信啊 我亲眼所见啊 还是这么天真哪 那是众怒之下的缓兵之计啊 会是这样吗 师父 当中 让他们处处丑 也算出了咱们这口恶气 军玉 明天一早 你和荣发 必须得走 一刻都不能停留 为什么要走 师父 你的伤害没好 我们不能走 要走 我们一块走 对 昏怒啊 我怎么能走呢 这不等于畏罪潜逃吗 你看那白大 肯定是反咬一口 那周官呢 也顺水推舟 就给咱们顶罪了 我倒没什么 连累了王大人您 不好处置啊 以后再闯了祸 提前给我打个招呼 不要搞得我措手不羁啊 是是是是 那个 立军玉 你也见到了 好生的伶牙俐齿啊 留着他 怕是养虎为欢 这个我自有安排 我不会让他在外面 乱咬人的 来来来来 看看 看看 师父 师父 徒儿来向你行吗 不必多礼了 起来吧 我要看着你们 马上脱身 师父 我求求您了 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我一个老头子 身上又有伤 官府能把我怎么样 我这儿有一封信 是写给清亮个老师太太 你们进京 可以到他那儿投诉 另外呢 我知道 你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这儿 还有三道锦囊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能把它打开 走吧 都走吧 快走吧 师父 走 我去了京城以后 一定会找机会 回来看你的 好 好 走吧 走 快走 走吧 快走吧 走 走吧 走吧 快快快 跟上 快 走 走 这是小人弄到的鲸轩绘士题目 可是费尽了心思 朕有你的 干得不错 多谢老爷夸奖 这是小人应该做的 考官那头 笑得也打脸过了 该画的千教画 绝对不能省 但是呢 不能露出马脚 你要知道 历年来的考官 都是梁丞相 他可是精明得很 要是让他发现 魁碧可就麻烦了 咱们这次 就把梁老头给挤堆下去 请太后娘娘 在皇上那儿说说 哪怕这次 让老爷 跟梁老头平起平坐 咱们就好玩多了 我刚好想借着此次科考 看一看朝中的大臣哪一位 你跟我面和心不和 还是老爷高明啊 这不其下的 恰到好处 以后便可 将那些异己分子 一一铲除 看看谁还敢跟老爷争风 想赐 可惜 然 billions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那些是土匪吧 以我看不像嘛 真是有柳斯文的 不像吗 这些鱼之小人呀 毁与经典 是哪个女帝 别抢了 打劫了 胡子 说好不管闲事的 你去那干嘛 你看这阵势 我看咱们的马车也走不了 别去啊 放下打劫了 住手住手 住手 不要再打了 你是干什么的 在下也是进京赶考的举子 我想 各位乡亲可能是还有所误会 读书人不都是坏人 我也曾和你们一样 吃过苦 挨过饿 你们这些读书人 都是欺负我们这些不读书的 别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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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读书的呀 各位乡亲误会太深 如果在下求得一官半职 就一定要做一个 为民请命的好官 说得好听 天下有哪个好官 听我们想过 江南闹思严 官军去剿匪 硬把我们一点点 寄存的粮食都搜走了 说是出了军粮 什么 江南思严一爱 也让你们河北的灾民 受到牵连吗 别假惺惺的 我们眼下没有饭 趁你管不管 干嘛 是这样的 在下免利微薄 身上的这些盘缠 可以先拿给各位乡亲们用 只求你们让一条路来 让这个举子先走好吗 你这么爱管闲事 那你就替他顶庚吧 快避 这是爹花了很大的功夫 才弄来的考卷 你在家好好地把它做完 等到了考场 你就胸有成竹了 来 爹 这不是作弊吗 您怎么可以 我不要 站住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显现出你的清高吗 快避 爹 这是爹的一份苦心 爹是为国求财 才出此下策 这叫为国求财 你笑吧 当上了考场呢 你就笑不出来了 从古至今 有多少像你这种自以为聪明的人 在磕场上 却碰得头破血流 后悔一生 你是我儿子 我不想让你走这条路 但也犯不上干这种卑鄙的勾当啊 爹 孩儿要的是正大光明 考场如战场 作弊之事 孩儿还是不想干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孩儿对不起良心 良心 当初孟家比武昭卿 你自以为有本事 可以娶到孟立军 可后来呢 却被皇府绍华占了上风 现在回想起来 根本就是他们两家在作弊 你自以为有本事 就差一点把娇妻拱手相让 逗我爹 爹他说 爹这是在提醒你 若不是我厚着老脸 去求太后娘娘 凡她请了圣旨 让孟家退了婚约改嫁于你 我向你还一辈子蒙在鼓里 爹你说什么 孟家小姐改嫁 是您做的手脚 只可惜这个小贱人忘恩负义 弄个 神败名烈的下场 够了爹 你把儿子大事都包了下来 我看这次要考什么状元 不过又是您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一提到孟立军你就鬼话连篇 为了这个恋性不改的女子 你把自己搞得一绝不振 值得吗 爹这次叫你回京 就是让你收心养性全力引稿 不记录三甲 你就丢尽了刘家的所有严命 爹 爹 你 我的马 换我的马呀 换我的马 我的马 我的马 我们怎么去京城啊 刚才还说鼓出车这点儿都走不了了 走着去吧 公子 他把我们的马迁走了 我们怎么办呢 算了 不合他们计较了 咱们走吧 老爷 真不懂事 也别太难为大少爷了 他一时还转不过弯子来 背纸还有个主意 说 秘坊经成立的文章高手 请进福利来 按照题目写出应对范文 再让大少爷 数赌墨背下来 可怕忽悠啊 点子是不错啊 谁是高手呢 可许一局赛诗会 可设一局赛诗会 广招京城闻人雅士 愿者上钩 这样大少爷也不会反对 正好可以一世伸手 赛过之后可就是咱们输了算了 本事确实高的 留在府里做枪手 不乐意的 咱们干脆就替大少爷铲除掉障碍 是个好主意 你马上安排 是 公子 都怪你 你不要把银子给那些难民 不让你管闲事 你偏要管 现在好了 他们拿了银子 不但不领情 还把我们的马医牵走了 累死我了 你让我怎么办啊 这件事我们就是不管 我们也跑不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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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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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还有人呢 干什么 还有一个人呢 关门了 有事明天再来吧 官兵大哥 我们是来赶考的 明天来就迟到了 你们还知道晚啊 早干什么去了 我们路上耽搁了点时间 让我们进去吧 是啊 那可没办法 把腿拿回去 我今天就不拿了 你不让我进去 我的腿就不要了 你还挺横小子 我架死你 我 如放 我的腿啊 故意杀人 江凯 公子 这边 大人 请问这里可是科考举子 报名的地方 是啊 是啊 哎 劳烦大人 给我签道吧 已经结束了 哎呦 大人 麻烦你给我签道吧 麻烦 能白麻烦吗 大人 我们家公子是懂规矩的 只不过 我们的银两都花完了 等我们明天 筹到银两之后 一定孝敬你 是 明天啊 别糊弄我 明年再来吧 哎 哦 这 大人且慢 嗯 大人 区区博里不成敬意 还望大人孝纳 好 起点啊 什么意思啊你 还请大人看一下背面 哎 皇家 故别 这这 哪弄来的 哦 学习的 习以后 学习的 是 一样 你们 想让你 好好 很好的 人家 的 你 也不可 一样 你们 你们 要 来 爹 这么好的文章 你是要我背诵下来吧 当然 只要你熟读于心 这状态呢 就离你不远了 看 爹 你以为随便找些人 来帮我写文章 他们写的一定会是我好吗 一 personn 都打托了 我刚才会说 maid不远的 我已经跟大家说 我怜欣 王 我这名文章 他都可以说 我需要 play 我需要不继续 你认识 这位 in 以为每个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皇上但放宽心 哀家是吃得足睡得香 一切都好着呢 听说马上就要开恩科了 天南海北的举子 一起寄居京城 热闹得很哪 是啊 太后 就跟古人说的一样 天下英雄进入我够终矣 皇上有气魄 但不知这次谁来主考 赵冠历一直是由梁丞相来主持的 他年龄大了 眼神不济 万一看漏了一两个真正的动梁之才 岂不是朝廷的损失 那一太后之见 该由谁来主持呢 我看就让国舅来担任此职吧 这样他就会把国事当作家事来操办 他定会格外小心 替皇上选拔天下英才 这个 朕会把太后的旨意带到明日早朝上 跟大臣们商议一下 尽快定夺 这就是太后的意志 梁丞相 你意下如何 皇上 太后所律自有道理 老臣 梁丞相 不要着急 慢慢说 来人呐 赐座 是 皇上 梁大人 梁大人 你的文章道德 天下世子无不景仰 由你主考正是众望所归 这好在多辛苦几天 忍受着秋梁可传之雷 是 梁丞相 你的身体 还能吃得消吗 老臣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这古兮之人 一次要阅读上千份的卷子 确实很辛苦 这样吧 梁大人若不嫌弃 下官愿做你的副手 先把这上千份的试卷 粗看一遍 筛选一遍 把中看的 臣给阁下定夺 梁大人觉得如何 国舅此言非常稳妥 梁丞相 你可省了一半月卷之苦了 皇上啊 既然如此 那就将荆轲主考重任 交给刘大人吧 臣也认为由刘大人主考了 理所应的 是 理所应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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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舅啊 你就不要再谦虚了 只要将此事做好就行 多谢皇上 公子 是这儿 就是这儿 快敲门 好 二位师 师太 多有打扰 请问 元爵主持在吗 贫尼正是 二位施主有何见教 好 小生立君欲 现有恩师老康书信一封 交与师太 哦 烦请师太照顾违盼老康 原来是老康师傅 引荐二位祭宿小安 哦 实不相瞒 庆连安本不收南克留住 但老康师傅德高望重 那就请二位赞助后院西厢房 你看如何 太好了 太好了 多谢师太鼓器 多谢 多谢 晚生不胜感激 哦 哦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祖啊 请将父给远在天边 生死未卜的皇甫少华吧 保佑他早脱厄运 骨肉团聚 莫尽重圆 佛祖在上 弟子苏应选 不敢奢求有生之年 能和我家小姐重逢 但愿佛祖保佑他平安 逢凶花季 遇难成下 还有弟子的恩师老康 弟子祈求佛祖保佑他平安度过这一劫 等考取功名之后 借他回京 小姐 李君小姐 应许在这里为你祈求平安 佛祖有志 请赐我一支上上前 阿弥陀佛 梁小姐此前所求何人 是我一个很要好的姐妹 师太 但说无妨 请看千文 变光雷鸣 雪中浓涨 差之毫厘 错之千里 师太 是什么意思啊 这些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从这签上看 小姐这位朋友的过去 与将来奇特的很啊 国家公子承邀各位秀菜举子 以文会友 吟师作父 一争高下 夺陪者赠予礼金五十俩 各位 国家公子承邀各位秀菜举子 以文会友 本人是李太白第二支七代玄孙 乍出娘胎时 第一声啼哭便是一首好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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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居娘胎三百天 一朝喘气 朕乌颠 不先向娘讨乃吃 撒向人间吉时偏门